观音菩萨是佛力的加持 可是它没有办法改成众生的供业 Power of Yourself 你还是要靠自己努力 就像我常常比喻 老师在上一堂课 可是你回家又不念书的话 你还是会被荡掉 老师同样的自卑心教一堂课 有些学生就很用功 有些学生就很困 很懈怠 Be easy and lazy Be easy for your worldly life Lazy for your Dharma practice 就是说很忙 忙什么 世间的生活 吃喝玩乐都很忙 而呢很懒惰 懒惰是什么 诵经念佛学佛法都很懒惰 所以你要靠自己努力 第二个Power of the Dharma 像这次建议里念大方广佛华言经 华言会上佛菩萨发愿 若有众生念一句一句 华言会上的天龙八户 咒业会跟这里旁边等 所以我记得我多年前 刚开始讲 在台湾讲 补贤行愿典的时候 有道教徒来听经 他说 哎呀师父 你的头啊 金光成长棍啊 我说闭嘴 根本不用你讲 我手上有很多华言会上佛福萨牙 真的 你按照法的力量去修持 可是现在你不听经不闻法 你就听什么 你不相信我 相信很多外道奇奇怪怪的 直点你的奇奇怪怪的巫师 法呢 你就觉得念了这么多普门品 念了大悲咒 业障还是这么多 你对法就动摇了 第三 Power of the Dharma Power of Yourself 那你想想看 我们在轮回里面有无量解 就算你今天这一生用功十年 你跟我说 师父 我还用功学过十五年 十五年在无量解 一秒钟而已 所以各位前灯一点 不是佛法没有效 而是这三个力量下 三足鼎力 缺一不可 三个力量加起来 你就可以去极乐净土 但是有些经论会跟你讲 佛力很重要 比方说 大佛力手门严重 或是大悲神咒 就告诉你 你说说不念大悲咒 你把大佛力手 愣严重 做成咒语 好像挂在你的包包 或吊飾 或挂在项链 佛菩萨也会不念你 没错 愣严会上 佛菩萨是这么说的 乃至于大悲咒 乃至于六字大名咒 这些都靠走 佛的力量 第二 有些经文会跟你讲 法的功德力很重 比如说 华言 华言经的功德 一念素极皆消灭 就告诉你 法的功德力很大 但是你常常不相信 对不对 你相信外道的点击 对不对 是不是 第三个 会告诉你 以自力羞耻的力量也很重要 所以 助念助念 是提起你帮助正念 你说阿弥陀佛 我不会想接你嘛 阿弥陀佛 我随时随地都想接一切的众生 但是你没有靠自立 你又没有修法 读读诵大臣 那你命中他来接你的时候呢 你也不会想去 了解吗 所以这三个力量很重要很重要 希望这次师傅讲座讲了很多 当然会有DVD让你复习 但是你若忘记的话 起码了 你这个要背起来 你这样的见解 才是正知正见的正信佛教徒 佛教徒 所以这三个力量都很重要 那这三个力量 你要从哪里开始用功呢 三个都要用功 请看 下面 阿弥陀佛的佛力价值 对不对 阿弥陀佛大慈大悲 24小时重念呢 每一分每一秒钟 都等众生求生极乐净土 所以你必须要供佛像 我说过 如果你广修供养院 如果你家里没有佛堂的人 起码你买一张佛卡 放在书架上 每天早上顶礼三拜 比如说我们像佛教徒 回到家里 一般人会看到爸爸 爸爸妈妈回来了 请问我们佛教徒 一到寺庙 先顶礼三拜 因为我们是佛弟子 见佛如佛战 要出门的时候 也先顶礼三拜 对不对 你每天早上顶礼 晚上等你 然后你供香花灯果厨 你就会产生 广修供养的功德 第二 法 希望各位 你不管有多少的功课 请这次开始 为自己跟一切的众生 开始念普贤行愿灵吧 你真的要用功哦 下半年我九月来 你有念没念 我是知道的哦 为什么 因为你真正念的话 你的烦恼时期就会改 你业力就会怅 你的个性就会慢慢调 你有念没念 你不要骗佛无上 对不对 是念给自己嘛 对不对 成佛 要靠自己努力 接下来看 自立的功德 Power of the Dharma 这个就是我们 集中自己的一个佛堂 你看 师父供西方三圣 前面供南传的 释迦牟尼佛 前面点灯 我睡觉的时候 昼夜都点灯了 我现在不再来工房 我的商业精神 也有人在点灯 所以我觉得点灯 我们每一个礼拜五 跟礼拜六共修 礼拜六办大杯餐的时候 就像刚才一样 念 前面到前面来顶礼拜 然后再回去 所以你没有福报 你要昼夜广修供养 对不对 而且点灯是可以参除很多的恶业 点灯会升起智慧的光明 对不对 你如果没有中医 你怎么会有福报呢 你只希望中马票 可是呢 马票的话是要有福报才中的 我从来不会买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中的几率呢 是比闪电达到的几率都还低的 你为什么不把中马票的钱拿去做故事供养三宝呢 对不对 所以你要昼夜广修供养 所以点灯或是点光明灯 或点香花灯火灯 连你睡觉的时候 你也在广修供养 对不对 好 这是三个例很重要 请看第十七页这个表 所以讲十大愿网倒归极乐 各位都有表 我就不用重挡 请看 它是一个要 对治你有病得到结果 简单的讲 这五念门 好 先看本灯片 天津菩萨把这十大愿网 它在往生论的注解里面配五念门 什么叫五念门 第一个要礼拜 礼拜是责服我们的我慢心修礼 敬诸佛 然后会讲 第二个称赞 比如你刚才唱赞 你唱这个愿与弥陀 你称赞了 你得到了泛音声援的火爆 你会得到殿才无碍的火爆 你会发现有些人讲话的声音 就很好听 对 老师说师父还没有住家之前 我的声音不太好 可是我的声音很庄严 对 有时候我出去一讲话 去shopping mall 就问了 就被人家发现了 对不对 有的人在听我的声音 对啊 我的声音呢 泛音声援响 讲经红法 对不对 那你呢 常常说照口页的话 那你的声音就很难听 还有你说谎的话 别人也不会相信你 你骗一次可以 骗三次 人家就不会相信你 所以讲话要有智慧 称赞如来 比如说来寺庙里拜餐 或者诵经 或抗赞 你会发现很多做佛事的师父 他的声音都非常非常的好听 为什么 修称赞如来 不要修恶口 第三个发愿 发愿 刚才我告诉你点灯发愿 刚才是要发愿文 对不对 你透过你的声口意发愿 第四个观察门 观察门里面 我做一个记号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呢 在十大愿亡里面 一条对一条的话 你比较不容易对出来 不过严格说 这里的观察门是什么 你可以写在旁边 就是要观想 就是我这次讲做教你的观想 教你属习观 观丹田 莲花 观一切的众生 还是观大悲观世音菩萨 下次part 2 我还会叫你观想 所以在这里 请注意听 看着师父 我建议你有三个方法 自己写 第一个 你专心念佛 比如你现在拿 阿弥陀佛 看这里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你就念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比如说你有 心都很急 怎么说 你念阿弥陀佛 比如说你来寺庙里 比如说今天假如m要 ile 拜大微餐 你说冲冲忙忙来 叮叮咛咚咚 叮咚咚咚 然后上个厕所叮咚咚 那么 你念佛 修行的目的就是把你的心给放松 听起来放松很容易 不太容易 为什么 因为我满脑子都有念头 我们都会害怕 假如我现在 什么都不做的话 你会不会觉得很可怕 你看 你现在听完就希望我要回去 明天还要工作 这礼拜老板要做什么 你的念头都是一直跑 你从来没有让你的心停下来过 所以我教你方法 注意听 念佛的时候 今天没有时间练习 回去念阿弥陀佛的嘴巴不要动 用心念 看师父 单手不用举这么高 我这次表演给你们看 你可以放二手的时候 用心念 华人都很喜欢用嘴巴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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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弥陀佛 免杰大师 Colombian 你这样念嘛 那有七千万年都不会去极乐净土的 韩山大师做的 口念弥陀 心散乱 喊破喉咙也网堨 他不是说念佛不好 很多人就是这样 所以师父现在教你一个方法 不要急着 当然我教你念三千声或一万声 那很好 但是让你对峙目标 有一个目标不要懈怠 可是你念的时候开始练习 念108颗慢慢念 嘴巴不要动 是用心念 因为去极乐世界是用心去的 不是嘴巴去 你看西地我们念阿弥陀佛 只要念阿弥陀佛就能去 西地都长翅膀 都去极乐境土 你有没有看到西地会变到极乐境土的 没有答案是的 他没有意识 所以各位佛菩萨 念佛法是很殊胜 可是你不知道真正的方法 也有人管他的 就一直念一直念念下去念到底 念到哪里你也不知道 所以我给你一个建议 不要动嘴巴心里念 这样你就会看到自己的念头 练习 念108颗这样子 知道吗 念完以后你会累 因为心会很专注 念完以后放下念珠 看了很多片 想一下阿弥陀佛 就像你的妈妈一样 就像我昨天教你听佛号 想观世音菩萨 想阿弥陀佛也是义佛 懂吗 我现在教你的是念佛在前面 义佛在后面 接下来念出放下 然后静坐一下 看着你的念头 你也有佛心 这样子静坐一两分钟 我再讲一遍 你可以写念佛 义佛 再来看心念 注意听 这是很重要的方法 不要急 不要去拼数字 数字是对那些散乱的人 或是懈怠的人 很多人很多人有说 我要拼一天讲三万声 五万声 很好 可是你没有去考虑 我念佛的效果有多少 举个例子 大悲观世音菩萨在千光广静诸如来下面 对他的老师发言 对念大悲神仲 南无荷来达内多来亚业 南无荷利也 他只念一遍而已 三和八地六遍震动 所有都震了阿罗汉果 这一地二地三地四地 存佛的菩萨 乃至于发无闹菩萨阿罗多罗三秒三度提心 观世音菩萨只念一遍 那各位念阿 收佛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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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你念三遍 七遍 你念了很多遍 可是你的效果很差 你是深乱心在念 你看观世音菩萨只用一遍 为什么 他心很专注 他观想力很大 他大悲愿力很大 还有他精精庄严的一节修 所以注意听 师父不是说念很多声不好 而是你要开始去检查你念佛跟念咒的效果如何 就像同样的 我跟你一起打目于念佛行的行愿品 对不对 就很虔诚的念 不要念错 用心的观想 我念一遍的功德力跟你念一遍的功德力不一样 广经牢上也念一声阿弥陀佛 跟我们念一声阿弥陀佛为什么不一样 答案效果不同 知道吗 所以我再讲一遍 第一个念佛 专心念 第二个 义佛 想一下佛菩萨 想佛菩萨也有功德 就处在观佛山内海经 就像想你的妈妈一样 第三个 然后呢 静坐一下 就像我教你的 看一下自己的念头 这样子你念佛的功夫就会比较清静 这个就是佛力法力三种力的结合 这个要练习 然后呢 这样你的心就不会绷得很紧 那假如你念得很好的话 那你就可以开始慢慢慢慢增加 所以这里讲 第四个观察门 在旁边写 就是要观想的意思 当然又连有可能会跟我点嘴说 师父凡所有像都是虚妄 若见诸像非像 则见如来 所以像不很重要 我不要学观想 错 这叫邪见 假如像不要很重要 佛为什么要造佛像 为什么要三十二像 为什么常观要观佛 因为像也是佛的 大悲愿心功德力的形象 对不对 我这次呢 画很多暗灯片 好的佛像给你看 哇 你就会生欢喜喜 为什么 它是大悲愿心的显现 所以第二个观察 想佛 不是在打妄想 这是按照佛教的 最后 第五个 要回向门 就跟普贤菩萨一样 要修十大愿望 好 请看讲义 第一页 礼敬诸佛 这是我学生经验方牌的 好 请看讲义 修行 有很多意思 简单讲 修正自己的行为 修正什么呢 对不起 对不起 今天换个星际七水 不想碰到乎 好 明白 先回来 修正自己的行为 修正什么 身口意 我们身有什么最大的毛病呢 我骂 傲慢 所以到佛门里来 第一个要教你 礼敬诸佛 虔诚的有恭敬心 领礼五体投地 所以你得先合掌 你看 所有的佛菩萨 大部分都是放掌或合掌的 你看 领礼 这是有在 佛提加的 这个卡特曼族 满院大佛塔的佛塔 你看 西方人 但是藏人 看到佛 他都要领礼 为什么 因为我们很骄慢 你看 我们有病 我们很傲慢 我们都认为 自己很了不起 可是你看到佛 佛是一个圣人 所以顶礼佛菩萨 要教你五体投地的顶礼 那你常常顶礼的人 你的傲慢心就会调伏 接下来 你就会获得 人家看到你 就很恭敬 叫过尊重生意 今天我是讲 戏子的大纲 至于每一院的细节 我下一次会详细讲 在十大院里面 在座有很多佛学的老师 师父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 十大院王很抽象 你可不可以找图片来解释它们 图片 图片有时候一两张不能解释 你可以用一张 有些是连续三张 现在师父就用方法帮助你 怎么去了解 十大院王 第二个 请看 口 我们常常讲恶口 对峙我们的毛病 所以要修称赞如来 举个例子 我们连友跟连友之间 常常都喜欢恶口 讲八卦 讲是非 对不对 你会觉得呢 就开始从 我们中国常常讲一句话 人比人气死 比上不足 比下你 你会发现我们朋友聊天都在比什么 比老公 比老婆 比你赚的钱 比你 左赚的薪水 然后讲一讲 讲完了就开始就讲八卦 八卦讲完就讲是非 是非讲的呢 就讲也乱七八糟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跟朋友在一起 我们做了很多口语 我们很少的朋友讲佛法的 对不对 我们讲话要有智慧 所以很多人 修行先修哪里 有很多方法 第一个要先修你的口德 因为要对峙你的口德 所以他告诉你要称赞如来 称赞如来就是学着 赞叹别人的优点 但是注意听 这里的赞叹要恰当 不要假假的 哎哟 你师姐 你是在太庄严的 像观世音菩萨 你心里想 哼 我比你漂亮 那你这个称赞别人就太假了 称赞人家要差到好处 不要过于不及 比如说人家有五分的好处 你就赞叹人家五分 对不对 这边很发心 就赞叹他 称赞如来 可是我们人很吝啬 常常连好话都不容易讲 哼 我心里知道就好 干嘛讲出来 你那么固执做什么呢 我们中国话常讲 你赞美人家就像泼香水一样 你泼香水给别人 你自己也会沾到一两滴 香味的 这是比喻 所以你修称赞如来 得到什么好处呢 得到对治你恶口的毛病 得到变财无碍的果报 所以有些人口才很好 有些人口才不好 为什么 因为你常常讲 其余两舌恶口跟妄语 所以你讲话没人要相信 所以你要先学着 讲话要真诚 但是有些地方要有智慧 你可以选择我不要讲 比如说人家问你 诶 世界你知道 幸福是要去哪里 他的意思我怎么知道呢 对不对 你说我不知道啊 你可以选择我不要讲 对不对 人很奇怪啊 我常常说 眼睛可以看见三千道千十千 可是眼睛看不到哪里 你自己的眉毛 你要拿个镜子 镜子你还可以看到自己的眉毛 所以讲话要有智慧 要有技巧 讲话的时候 头脑要想一想 所以第二愿 称赞无来愿 就是要赞叹别人的优点 对不对 好 赞叹别人的优点 请看幻灯片 它就有很多方法 一个 佛门里面用啊 做法器或饭菜 想看 这是我们商业经社 第一次 2004年开光的时候 两位佛友来演奏琵琶 跟古琴 用音乐来赞叹共佛 而且来跟大家结缘 再看下章 你跪着佛的时候唱赞 阿弥陀佛身经社 白好上好光明普等文 干目澄清四大 你唱的时候很真诚 然后加上观想 这个也是赞叹佛佛陀 可是我问你们 你们在拜唱的时候 你有什么 阿弥陀佛身经社 心里想 哎哟 下个月孙了 又要交学费了 你本来唱赞 应该有很大的功德 你要用心的去观想 所以唱赞 也是称赞无来的方法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 广修共佣 第三院广修共佣有很多意思 好接下来前面第一院是跟随你生的毛病 第二院称赞如来是对口 接下来从第三到第七是你的意念 可是我们可见我们的意念很难调伏 他从三四五六七有五个来对峙你的什么 贪嗔痴 事实上讲贪嗔痴是分开讲 事实上从第三院到第七院都有贪嗔痴 好只是在分类上 第一个人贪 人最放得下 对不对 你看广修共佣 治贪令的毛病 贪是贪心 令是令色 所以我常说客家人最暖差人 真的客家人就是这样 因为客家人白手起家 事物也是客家人 你在我身上看到我就不会吝啬 我若没有体约佛法我也会很吝啬 为什么 因为客家人白手起家 人家不做的我都做 然后从年轻一直打拼打拼到老 所以你要听到他佛法不是 他是铁公鸡一毛不拔的 就叫暖差人 暖差的结果是什么 你就得到所求 不能无怨 后来大宝基金进贩王听完以后 他非常有福报 他说福报啊 他就真的是很有福报的人 他就把佛库打开 所有的金银珠宝就分四份 一份供养 释交魔力佛跟所有的僧团 佛就跟他授祭 你将来会成佛 甚至呢 他把四分之一的金银珠宝 布施他的国家 所有贫穷的人都可以排队 来领金银珠宝跟食物跟衣服 所以你要知道 有时候我们看到人家有福报 你要随喜功德 不要自主心 哼 有什么了不起 对不对 要我有钱的话 我也怎么样怎么样 答案呢 你就没有钱啊 蹦不出来啊 听说马来西亚现在卖土地 买房子很多 报发福 对不对 对不对 报发福也是他的福报啊 问题你就报不出来啊 对不对 你只会有报牙嘛 就报不出来啊 就是你没有福报 你看到KL在基隆坡 为什么这么多马来人印度人 他可以买很好的房子 他做生意很殊胜 假如你有神龙的话 你会看到他过去世 身身世世都救过很多人 举一个例子 美国有很多歌星 知道吗 Movistar 他为了全球的演唱会 一间都是好几百万美金的 当然他演电影啊 我拍广告赚的钱也很多啊 但问题呢 你肯这样布施吗 很多老子杀 现在布施之间呢 要算一算 本来要布五张 还是抽回来三张 你的心量就是这么小 所以你的福报就这么一点点 没关系 快慢了 我要告诉各位的是 看到别人有福报 要随喜功德 所以看到下面一张图片 这呢 就是我们商业精神 所有的人有来 小朋友大朋友 都可以广修供养点灯 所以建议以后你们供修 可以像今天一样 不一定要像这么长的仪轨 起码唱六支大名者 两个两个到前面 离佛一半 再回去坐下来 才开始办一个大悲餐 我们商业精神就是这样 这些树油灯 全部是佛堂供养的 不要让人感觉 佛教灯要解 当然 你假如很欢喜 你要接了一千马币给师傅 我也会接受 如果小朋友没有钱 他可以珍惜呢 小朋友没有钱 他也要给点灯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 再看下面 菩提家园 那一年呢 2006到2007 跨年 我们台湾的莲友 非常的福报 我们用手提的 2000公斤的水晶莲花 供养大花宝王 在菩提家园做法会 有水晶 有红色的 白色的 王王非常的高兴 我们台湾呢 全部的莲友出现 用Handtero 去供养高猫宝 2000公斤的水晶莲花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台湾的莲友 很有福报 因为他很发心 但我们呢 要慢慢学 慢慢学 接下来 再看 好 第四院 忏悔业障院 忏悔业障 其实他是对峙我们的贪嗔痴 不过在这分类里面呢 贪是很难的 因为我常说 我们想要的东西很多 我们需要的东西不多 师父 这次讲座完 你可以回去练一练 你觉得有什么东西可以不吃的 举个例子 你有两只脚 对不对 一双鞋 五双总够吧 那第六双鞋 以后就全部都是一双鞋 在台湾我们很有双鞋 叫跳蚤市场 知道吗 我记得我前天在英国 英国的时候 我留学 我可以告诉你 师父呢 因为是吃素 我全部都是买二手的 只有两个东西 会是买新的 一个是锅子 因为我发现 有些是煮过肉的 很臭 很干净 所以我的锅子是买新的 第二个是床单 床单睡觉 你知道吗 我也有一件冬天的衣服 毛线衣食咖啡色 我在跳蚤市场 是英国人买的 很便宜 真的很便宜 大概50码币而已 非常的冷 英国人很吸附 不要的东西 他会卖到二手货 然后他全部消毒 消毒完了以后 就有二手垫 全部会挂起来 我就买一件 所以我所有的东西 我是买二手的 可是那时候 我去英国留学很贵 1比65 我省事简用 一年还要花掉 120万 也就是12万的马币 对不对 我很省事简用 因为英国消费很贵 对不对 我还有另外一个同学 他住伦敦 240万 我买一个面包 对不对 5块钱的马币 他就10块马币 为什么 因为伦敦物价贵 可是当我们走的时候 我还要把所有东西 通通都卖掉 那冬天很冷 我也买一个靴子 我们去跳蚤市场 我就这样请我朋友 帮我开车来 然后去卖 最后有一个人说 他叫我的英文名字 Harrison 你所有东西都卖了吗 你脚上的鞋子 可不可以卖了吗 我说可以 不过明天好不好 因为我今天东西还没卖完 最后就全部卖完了 赚了很多钱 赚了很多钱以后 我还要布施 给当地的慈善机构 然后我就回台湾了 了解吗 不一定东西都要买新的 对不对 华人不是都喜欢买新衣 买新包包 那买新衣做什么呢 然后买到超市场买菜的时候穿 对不对 所以你想想看 其实华人很有福报 人要有知足 请写下来 知足才是最尊贵的财富 写下来 这是刚爸爸讲的 知足是最殊胜的财富 财富不是要很多钱 住高楼大厦 你心中不知足的话 你住进KL的双峰塔 底下的百货公司 你都不会高兴 你还怕晚上会有人来杀你 你知足你就会开心 你想想你想要的东西很多 可是你真正需要的东西不够 不是很多 你够用就好 趁着我们 所以你有拥有的东西是福报 可是你不够福报 应该去布施 去救济贫穷的人 去供养三宝 小朋友也是这样 有些我看到小朋友 很有福报 我去他家 我关买他 哇他全部是KTB啊 很多 我叫他留一二三四五 第五支 第六支以后 全部拿去卖 卖二手店 钱呢 去供养三宝 去救全世界贫穷的人 了解吗 小孩子肯不失 他就会有福报 接下来再看第四院 忏悔业障院 是对峙我们的称心 因为我们人呢 常常呢 一不如意呢 你就不高兴 还容易发脾气 贪是满你的愿望 称是不能满你的愿望 比如说你今天 想要去哪里 跟老公说好的 后来老公呢 就说抱歉我要开会 就非常不高兴 我每次都等你等你 等到现在等了十年 别人都还是不陪我去 我们就开始翻旧账了 吵架都没好话 为什么 你称心很重 那这里我刚才讲 忏悔乐障 不是只有对峙称心 只是贪嗔痴 都要忏悔乐障 忏悔乐障 就要知道自己错 对峙你邪见 跟愚痴的毛病 你才会获得正知正见的好处 刚才广修供养 你若很不失的话 你就会得到负劳义 就是大富大贵的火爆 所以每一个人 都是靠自己修来的 好 我也很真诚跟您说 你不要看师父很有福报 很多人供养我 我从在家学佛的时候 对不对 二十五年前 我每一个月呢 我就供养五百马币啊 那时候二十五年前 五百马币是很多 对不对 说个笑话 今天跟你有讲 我自己的钱呢 分四份 一份呢 我也要租房子啊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也要吃饭 浇水便网斯啊 一份呢 我有供养我的母亲跟爸爸 因为我妈妈养我很辛苦 另外一份呢 我偷偷供养三宝 但是不敢给我妈妈知道 然后呢 另外一份 我就留起来 将他存不实之需 有一次我妈妈说 儿子啊 你有薪水这么好啊 那你 孤雅妈妈很孝顺 那另外两份呢 你要不要存在妈妈这里啊 将他结婚生死的时候 我帮你半假装啊 对不对 当然天下父母心都这样 我没有跟他讲好 为什么 我想 我要存在你那边啊 铁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的 对不对 我那时候想出家 但是我没有告诉他 我自己存 存当中我存一半 另外一半我供养三宝啊 师父供养了25年啊 你才看到我今天 有一点点的福报啊 天底下都要供应的 对不对 就像我这次很真心的 跟各位 所有的结缘品 都是东南亚的 所有的灵友供养的 我讲苦贤之道愿 我本身也做广修供养愿啊 了解吗 好 接下来再看 忏悔业障 对峙自己 邪见 邪见就是怕你有错误的知见 还有迷 痴迷 就是走错路 所以你得到正知正见的果报 请看幻灯变 所以你要常拜佛 你看 这是五台山 西藏的拉玛 每天拜佛 他们要拜 十一万拜 各位连友 虽然你不携受金刚称 没有关系 但是我希望各位 每天拜 一百拜 一百零八拜 慢慢拜 刚开始你当然心脏会不得好 说师父我一拜啊就很喘 没关系 拜个二十拜三十拜 休息一下喝个水 拜佛 中国人讲活动活动 对不对 你看我的手 活动活动 那不动就什么 就死翘翘了 就躺在那里 棺材就不动了 老菩萨希望你要身体好 拜佛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拜佛甚至会参除业障 慢慢拜 你说家里不能 改佛堂拜 对不对 好好拜佛 拜完佛礼后呢 来失掉的衣服换下来 喝个水 你慢慢拜佛 你拜佛以后呢 你身体会健康 假如你 膝盖不好的话 很简单 拿念珠 进行佛堂 活在公园里面 这个也是很好的方法 所以拜佛 忏悔业障愿 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你看 尼泊尔满愿道佛堂 看到一个老人家 对不对 头呢 这样子 还膝盖 就像沿路拜 西藏的人呢 从家乡沿路拜 两个月到三个月到 西藏的拉萨不打拉弓 你们敢吗 你们愿意吗 下次试试看 从杰比亚拜到吉隆坡 不要太远 再拜到居卵好了 试试看 三路一半 哪里都有关圣因呢 对不对 对不对 西藏来的朝圣 那些很大的愿力跟毅力 为什么 发在他心中 有很大的力量 不然他妈做这些 无聊的事呢 对不对 好 接下来 请看第五愿 随喜功德 随喜功德 这一道很难修 对峙嫉妒的心 因为我们人很容易嫉妒别人 我刚刚讲 人比人 气死了 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好 现在写在旁边 不要跟别人比 自己 跟自己比 这样你才会进步 真的 师父尽量把十大愿 讲得很生活化 你才能够真的用 为什么 我们很多烦恼都是来自于比 那你也会问说 师父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比啊 这个公司跟那个公司竞争啊 没有错 适度的竞争 会带来社会的进步 但我现在的讲 告诉你不要比是什么 因为你比太多了 这是你烦恼的根源 所以不要跟别人比 自己跟自己比 我并不是叫你不要努力 对不对 举个例子 新加坡的小朋友 对不对 受精英教育 对不对 什么叫做好跟坏呢 全班一起比 对不对 举个例子啊 全班第一名 大家都在第一名 请问第二名有什么不好呢 我可以告诉你真话 我以前就是从小第一名啊 所以啊 很痛苦的 得失心很重的 真的 我学佛出了家 我的师父为了磨我的得失心 磨了一年半 常常破口大骂骂我 骂了我 还要做嘴巴顶他 最后我知道我自己做 跟师父散会 为什么 就是比 小朋友也啊 新加坡听说小朋友呢 比啊 他跟他比啊 下了课以后呢 听他不真的 去补习 然后就发现 你一些功课经年啊 考得很好 到哪里比 到哪里补习啊 没有啦 我根本没有补啦 但是偷偷的又去补了 而且还是爸爸妈妈叫他的 为什么 其实错了 应跟宫廷竞争 对不对 好跟坏是比出来的 没有错 全班 一山比有一山高 老师跟你讲 以师父来讲 我自己也认为 想说我很聪明 所以我真的不是 啊哒啊哒的 你知道吗 我从小读书很好 等我长大以后呢 对不对 试砖 后来我出了家 到国外念书 我说全世界太聪明了 比我还多啊 我到过英国 到过美国 到过纽西兰 澳洲 太多人 全世界真的很聪明啊 我觉得我不是很聪明的 但是 我不是很聪明 但是我的心 那么好 有些人很聪明 有创意 有才华 但是心很不好 会骗人 会说谎 还会不择手段 想尽办法 想要得到他的东西 所以不要强迫小孩 都要第一名 你自己都没有第一名 你为什么要强迫小孩 重点是 你从错误当中学到什么 对不对 请问每一个都第一名 谁当第二名啊 也就是说 你喜欢比的话 你的得失心会很重 你的嫉妒心就会很强 这是烦恼 从佛马 轮回解脱的角度来讲 不要跟别人比 自己跟自己比 比方说 去年的你脾气很不好 看看今年脾气 有没有好一点 三个月 看看我现在心 有没有慢慢的 慢慢的不要急 以前我很自私 然后我现在也没有 不自私 师父学佛陀的时候 第一句我听到的佛经是什么 华严经 但愿众生得离苦 不畏自身求安乐 那时候我到一个佛堂 就看到这个对面 我就流眼泪了 我说这是谁写的啊 那个师父跟我说 这是释迦摩尼佛讲的 我说谁是释迦摩尼佛啊 他说佛陀啊 他就拿 我都转记给我看 我说这个人怎么这么伟大 但愿众生得离苦 所有的众生 不畏自身求安乐 他从来没有为自己想过 可是你现在看看 我们现在的众生 先求自身的安乐 别人啊 死的都在我们家的 不要紧啊 你看这就是我们的我执 私心固执 所以我们今天是凡夫 我常说圣人跟凡夫的想法 是不一样的 你看佛 但愿众生得离苦啊 当然我们要慢慢练习嘛 所以那时候我就 佛很伟大 老实讲 我以前没有学过之前 也蛮自私的 我全班第一名考试很好 我不会教人的 我为什么教你 教你你就比我好啊 可是那是世俗凡夫的想法 后来我学佛以后就 等我自己读会了 我就开始去教别人 我才知道 教别人法布施当中 就像老师 越布施 越跟人家分享 你的智慧就越高 举个例子 师父教你魔法 我也不会留一手 你讲义真的很厉害 我今天师大院会讲 全部讲义给你 你讲讲看 你心中若没有体会的话 你是讲不出来的 它不是只有文字 所以我才知道 佛陀 它有智慧的地方是什么 念念都想到一切的 你的众生 当然今天你听到 你会说很好 不好意思 对不起 我没头发 我的意思是说 当然你听到一定很好 然后说 师父你讲得很好 可是很难做 没错 你要有勇气踏出一步 比方说 你看孙 你会照顾这个孙 那其实跟你亲戚的孙 没有钱你会帮他照顾呢 今天有人生病了 希望你帮他照顾小孩 你愿不愿意呢 我们有时候就会犹豫 再加上 假如左邻右舍呢 他碰到困难 也要你看一下小孩 你愿意帮他看吗 现在小孩子 贪付费是很贵的 对不对 所以你要慢慢慢慢地学 先照顾自己 慢慢走路 左邻右舍 慢慢慢慢地照顾别人 你的心量就会过大 所以旗下 不要跟别人比 自己跟自己比 你因为没有私心 你可以关怀别人 你的嫉妒心能够调伏 你就得到 看讲义 多眷属的果报 慢慢地 人缘就会很好 你的连友朋友就会越来越多 你就会遇到很多很好的善知识 为什么呢 因为你生随喜功德 好 注意听 这里的随喜功德 不能变贪心 有些连友听到说 随喜你的功德 比如说 师姐啊 你好庄严 你把佛塔打散 随喜你的功德 意思是说 你的功德 我就得到强力的功德 这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就更贪心了 随喜功德的意思是说 我赞叹别人 我自己做不到 可是他的因缘条件做到 我内心里真正升起欢喜心 希望我未来也跟你一样学习 这叫做随喜功德 有些朋友呢 听古先识大言听到最后很皮 哎呀随喜功德 一直你修完 然后我在外面捡功德 随喜功德不是这个意思 知道吗 这样的话不能调普你自己的烦恼 假如你随喜功德修得好的话 你慢慢基督心调普得好 你就会得到眷属 越来越圆满的果报 所以越眷属圆满的时候 就是你做任何的事情 你都有很多的人手帮忙 这叫眷属圆满 请看欢迎片 这是商业经济 我们2004年开光那天 小朋友还点灯 小朋友都很开心啊 这些小朋友都长大了 现在都变帅哥了 变酷哥了 有些还来佛堂 有些已经不来了 对不对 他们会长大嘛 所以你眷属会很圆满 看看这是我们上次去印度尼西亚 巴拉布图 有新加坡 有印度尼西亚 还有台湾所有的人有 所以我今天鼓励学会会干部说 天底下最尊贵的是什么 是友情 各位有一天妈妈你长大 你都会知道孩子长大了 都有她的世界 你有你的兄弟姐妹 可是有些兄弟姐妹呢 为了财产都会翻脸的 可是呢 当你越来越老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全世界最尊贵的是什么呢 你有好的师父带领你 你有好的联友 希望大家像兄弟姐妹 因为为什么 没有利益充福 对不对 你的孩子会长大 对不对 你的家人各有各的事业啊 可能也到其他国家去工作啊 偶尔通通电话 可是呢 真正最尊贵关心你的是谁 反而是联友 所以我们菩提道上上要有同参道友 那为什么有些人缘很好 因为你很真心关心别人 而不是有目的 对不对 那你关心别人 人家也会关心你 当你生命的时候 人家也会照顾你 所以各位联友 对于联友要真心 对不对 我们来人人间 对不对 一般呢 眷属呢 家里是有利害冲突的 比如说 我虽然出家了 我家呢 舅舅阿姨 有时候也是会吵架 阿公阿婆一过世 就开始吵架 分财产了 我们家呢 很多人结婚 也是家家用 很难念的经啊 没有一家是安乐的 那时候我就想 为什么全世界结婚的大人都要吵架 我还是出家好吧 对啊 真的 没有一个家不吵架 吵的什么 都是为利益 那同样的你今天上班 用你的工作结束的时候 用了生命体力来为 奉堂 国堂奉献 你不是为了世俗的利益 你是希望要得到 成佛利益众生的利益 所以你看 所有的联友就朝春的时候 很开心啊 对不对 当你老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有一半的联友 已经往生弥陀佛国了 有一些一半的联友 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有一半的联友呢 可能呢 很多年才会联络一下 所以你人的一生 能够遇到有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都还联络的好朋友 那你要好好珍惜啊 师父也是很珍惜 友谊的人 我到小学 最好的同学 现在都有联络 我师专的同学 也有联络 对不对 我出家 也有很多的好朋友 对不对 所以要珍惜 接下来再看 第六院 勤转法文院 五六七 是特别对峙你的鱼痴 鱼痴有很多种 鱼痴 叫嫉妒 就是用鱼痴 第六院 勤转法文是什么 你棒佛法 这一点做个记号 我觉得东南亚的很多联友 很容易棒法 为什么会棒法 第一 你遇不到 好老师教你 第二 你遇到恶友 怜友 乱乱讲 第三 你遇到了外道 恶知识 你有没有容易棒法 比如说我常常觉得 学阿弥陀佛的人 看不起其他修弥勒法的人 或是呢 念释迦牟尼佛 佛号的人 这个也是棒法 很多静中学会 也很容易棒法 你虽然专修专火很好 专是对峙你的散乱心 但小心 注意听 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 里面讲 唯处五逆 毁谤正法 你若是毁谤正法 你去不了极乐世界 这一点我要公开提醒 全世界的内容 真的 你读无量抽筋很好 你就专心读 但是其他的法 还留给一切的众生 我前几天讲过 我在净土圣庭路里面 做过调查 往生极乐世界排行榜 第一年的实验 金刚经 第二名的是 阿弥陀经跟普门品 你读法华经也可以去极乐净土 你普贤行愿品也可以去极乐净土 你念药师经 也可以回向求生净土 你现在弥勒上下身经 也都可以求生净土 所以 专修是很好 但不要棒正法 棒正法的时候 你念阿弥陀佛 但你的业力盖助力 极乐世界不会现前 那时候你就会疑惑 我念了这么久阿弥陀佛 为什么阿弥陀佛不来接你 因为你都在棒正法 还有第二个 南传批评大称 大称批评金刚称 金刚称看不起小称 这个也是棒方法 我这次公开来说过 师父没有要说你们一定要修金刚称 我没有这样讲 但我要你了解 西藏也有很好的仁波切 很上师 乱七八糟的也有 你要小心 请问我们大称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吗 也很多 我上次说过 你看我们他很奇怪 一直把他们录录录封 又修火功又轮敌 他看我们斗贝功 麻祿娘娘也办 某什么功 什么功也办 他看我们也很奇怪 是不是呢 你说我们就是 真心的伏弟子嘛 所以希望你 中医院 学佛法你写在旁边 就像服药一样 你今天看医生 对不对 医生 我最近发烧了 生病 你帮我开药 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医生他病里面一定很多很多的药 对不对 每个人的体质不同 每个人的症状不同 所以他就会帮我抓药 给你吃 你不用这么笨吧 我全部的药都要吃 全部都要吃 有两个结果